六四30週年之際 海外的紀念活動媒體大規模報導 香港六四晚會今年參與的人數 更是積滿了6個足球場 反觀中共媒體卻是鴉雀無聲 六四事件30週年紀念日 香港再次舉辦悼念活動 在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悼念晚會 有超過18萬人參加 根據香港媒體統計 這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 集會人數再創新高的一次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 每年的6月4號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都會舉行大型集會 悼念六四死難者 數萬人手中的炎炎燭光 提醒著中國人不要忘記歷史的傷痛 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宣讀大會宣言 他表示 30年來 港人憑著僅有的自由 為大陸被滅生的人民發聲 為被消失的屠殺事實 維護歷史真相 他說 香港悼念六四的燭光集會 創下本地群眾運動的紀錄 為人類文明史留下一項偉跡 今年對於香港來說 六四不只是六四 很多民眾意識到香港的民主正在消失 逃犯條例被香港人稱為送中條例 因此 反送中惡法的元素讓悼念活動達到高潮 主要原因是送中條例 現在香港政府要通過送中條例 這樣的話 對香港政治自由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不僅香港舉行盛大的六四悼念活動 全球各地更是掀起譴責中共暴行的風潮 美國官員接連對六四事件高調表態 譴責中共暴行 4號當天 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表示 天安門民主運動是英雄般的抗議運動 他還譴責中共對和平示威的暴力鎮壓 並抨擊中共異黨制對人權的壓制 這起震驚世界的事件 如今在中國仍然是不能公開討論的話題 中共當局選擇掩蓋六四大屠殺事件 海外媒體卻加大力度報導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網路社交平臺推特上 發表紀念六四的影片並附註 這支影片在中國會遭禁播 影片中有對中共當年武力驅逐民主示威群眾的控訴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中共政府動用軍隊 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 成令億萬人充滿希望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 德國之聲也刊登六四日記圖片集 並強調 這場民主運動的規模比想像中的還要大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說 天安門廣場的血跡早已擦乾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彈孔也已模糊不清 關於六四 在全世界留下了這麼多資料 只要想思索 想聽 想看的中國人 有一天都會知道 只是知道的越晚 對掩蓋真相的騙子越痛恨罷了 臺灣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中 副總統陳建仁以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的身份出席 這是30年來 臺灣最高層級的官員參加六四晚會 主辦單位估計 臺灣今年參與六四紀念晚會的人數 是近年來最多的一次 回到香港的現場 今年的燭光晚會主題是 人民不會忘記 平反六四和公益必勝 巧合的是當天港股恆生指數下跌89點 恆生國際指數下跌64點 兩者剛好是8964 更離奇的是 港股市值最大的騰訊控股收市下跌6.4元 成交金額64.64億元